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 美国希望借助这场战争 究竟对付谁 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A欧盟 B俄罗斯 C伊朗 B中国 答案是欧盟 看到这个结果 相信很多国人会立刻反对 说这不对 原因很简单 在很多国人看来 俄乌战争起因 是美国借助乌克兰 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 如果俄罗斯忍住了 美国会缩使乌克兰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比如说 鼓动乌克兰军队不用管所谓的明斯克协议 继续对乌东地区发动袭击 甚至教唆亚素营在乌东地区 包括克里米亚发动所谓的恐袭 这都是对俄罗斯的极度挑衅 这不是猜测 是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此外 美国还能安排乌克兰对外表露加入北约的心思 一旦乌克兰成为北约国家 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安排北约军队 进驻乌克兰 那时候 俄罗斯再想出手阻止 就真的为时已晚 相反 如果俄罗斯反抗激烈 那也同样正中美国的下怀 美国会不断拱火 逼迫俄罗斯出兵 便有借口裹挟欧盟 一起对付俄罗斯 而这一切 大家都已经见识到了 所以很多国人认为 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给俄罗斯设计的陷阱 由此可见 这场俄乌冲突是奔着俄罗斯去的 是为了对付俄罗斯 怎么可能是对欧盟呢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 俄乌冲突带来的最大的蝴蝶效应 很可能是欧盟最终走向解体 如果欧盟解体了 什么会消失呢 答案是 欧元会从世界上消失 根据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也就是Swift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占比 已经从本世纪出的72% 下降到了如今的59% 更令美国不安的是 美元在全球支付份额连续二连跌 1月份时 美元的全球支付占比下跌了0.58个百分点 达到39.92% 而到了2月份 美元支付占比再次下滑 这一次滑落得有点狠 下滑占比达到1.07个百分点 降至38.85% 与之相比 欧元在2月份的全球支付占比 却上升了1.23个百分点 达到37.79% 这意味着 欧元随时可以对美国超老底 威胁到美元霸权 试问 如果美国对中国出手时 欧盟趁机坐收渔翁之力 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中美之间可能两败俱伤 但欧元却会强势崛起 一方面 世界资本会大量涌入欧盟避险 另一方面 世界各国会大量储备欧元 以及推动欧元在全球支付领域的占比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搞不定欧盟 一旦美中展开激烈较量 会将欧元推到全球第一货币的位置 而且会在这个位置上坐得越来越稳 届时 美元霸权的脸面和威望 往哪里割呢 试问 纵观全球 谁对美元霸权的威胁最大 是中国吗 起码眼下这个阶段 人民币是无法对美元构成挑战的 相反 欧元才是当下这个阶段 美元最大的挑战者 所以 对美国而言 得搞垮欧元 但是 无论美国怎么搞 欧元最多受到重创 但还能慢慢回血 缓过这口气 面对如同小强那般 生命力极为顽强的欧元 美国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 只要欧盟解散了 欧元也就不存在了 届时 美元能接管欧元在全球各国储蓄货币的份额 同时美元在全球货币支付领域的占比也将瞬间牢不可破 换句话说 美元对全球的统治地位会瞬间增加一倍以上 与此同时 那些储备欧元的国家都将遭受重创 其中 自然包括中国 俄罗斯以及中东国家 至于印度和东盟同样跑不掉 这时候的欧盟 也将分崩离析 更便于美国掌控和去使 同时 中国 俄罗斯 欧盟三者 在此前努力多年打造的中欧班列背后 所布局的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路权对美国主导的海权之争 将基本上宣告失败 那么 美国的终极战略又是什么呢 美国的终极战略 不是什么战胜我们中国 而是要继续维持 巩固美元霸权的地位 这是美国的终极战略 而为了巩固 确保终极战略可以得到实现 所以才要对付欧盟 对付俄罗斯 对付中国 未来还要对付东盟和印度 最终再度确立美元霸权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 所以 我想说的是 咱们不能本末倒置地看待 俄物冲突这件事 这场乌克兰战争 本身是服务于美国的终极战略目标的 如果 美国终极战略目标失败了 也就是美元霸权彻底结束的话 美国很可能会步入苏联的后尘 瞬间解体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欠世界超过30万亿美元的美债 如果霸权不在了 这些钱谁来还 答案是 美国50个州和一个特区 会瞬间数倒壶损散 赶紧与美国撇清关系 自然也要撇清债务 那时候 对他们而言 谁爱还 谁还 和这些州没关系了 因为 他们已经分家了 要知道 美国这些地方州政府 不仅拥有一定的立法权 而且还掌管着国民警卫 对这支军事武装力量 换句话说 美国的50个地方州 更像是50个独立的小国家 既有一定的自治权 又有武装力量 唯一没有的就是美元无限印钞机 正因为美国中央政府可以无限印钞 无限打劫全球财富 所以这些美国的各个州 都跟着美国吃香的喝辣的 抱团一起抢劫世界财富 但是 当美元霸权这个利益年和计不存在了 相反还要背负上巨额债务时 这些地方州还会团结在美国的名义下吗 答案是 不会 美国的这些地方州若想要脱离美国联邦 其实并不难 只需要大部分地方州直接举行公投 那时候 早已自顾不暇的美国 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 已经没办法阻止这一切发生 届时 美国就不存在了 所以 美国上下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美元霸权必须维持住 不然美国输不起 一旦输了 美国将重蹈苏联的悲剧 对美国而言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美国祸害了太多国家了 一旦美国分家 这些国家一定会落井下石的让灯塔国没有好下场 尤其是欧洲和美洲国家 被美国当作孙子一样驱使了这么多年 对美国的怨恨恐怕用太平洋的海水都冲不干净 讲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 当美国必须维系美元霸权 而把欧盟解散后能让美元霸权直接吞掉欧元在全球的份额 瞬间让美元长出一身镖肉 试问 美国会对欧盟动手吗 尤其是 美国已经有30万亿美元的美债 而欧盟的欧元又威胁到了美元霸权 同时 欧盟此前又与俄罗斯就能源领域没来眼去 又同中国共同打造了中欧半裂 加入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 试问 美国还能沉得住气吗 那么 怎么才能把欧盟彻底搞死呢 只需要做到三点 第一点 借助道德绑架 迫使欧盟接受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乌克兰难民潮 这些难民潮 不只是消耗欧盟的实力 还会制造各种社会矛盾 以及欧盟成员国在难民分摊数量问题上的矛盾 简单的说 就是难民潮成为了欧盟各国内部的一颗雷 同时 也成为了欧盟各国关系走向崩溃的一颗雷 可谓是炸了内部 炸外部 层层相扣的连环雷 第二点 更觉得是 美国希望乌克兰被废掉 如此一来乌克兰将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 届时 乌克兰会变成极端者与恐怖主义的文床 能够持续祸害欧盟和俄罗斯 导致欧盟民族情绪高涨 再加上美国最擅长的拱火 以及美国中情局最擅长的花朵革命 会让欧盟各国民众掀起退盟潮 并且将所有的情绪对准俄罗斯 认为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导致的恶果 自此使得欧盟和俄罗斯结成死对头 令美国能够进一步捆绑欧洲 这计划 够绝户的吧 连自己人都能下如此狠手 如果我们面对美国霸权退缩了 结果会怎样 不用想都知道 会被美国步步紧逼的支离破碎 第三点 俄乌冲突其实打击了欧元 让欧洲资本涌入美国 同时欧盟还陷入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以及难民潮危机 当所有的危机一起爆发后 会让欧元直接残血 那时候 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将受连累 届时 欧盟各国需要抱团拯救欧元 可一旦落实到具体怎么拯救时 一群欧盟成员国又盖上眼拉跨距 各种推三阻四 不作为 用更直白的话讲 就是欧盟除了德国 法国 荷兰等少数国家 还算是经济发达之外 其他的欧盟成员国全部都是一群猪队友 面对脑壳不会转弯的欧洲普通人 欧盟各国也是无语又无奈 只能任由美国国协 所以 如今的欧盟正在步步迈入万劫不复之地 如今 俄乌战争歧视已经接近尾声了 接下来 中俄要小心美国的三步棋 第一步棋 又到俄罗斯拿下基辅 届时坐视了俄罗斯入侵的这个锅 同时 美国中情局大概率会在乌克兰 启动所谓的军阀割据计划 让乌克兰极端者 一边对俄军出手 一边骚扰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 同时把白俄罗斯以及周边的欧盟国家 全部纳入其中 最后 再过携那些脑壳不会绕弯的民众 迫使他们的国家 与俄罗斯走向彻底对立 这一刻 美国笑了 但是 乌克兰会成为恐怖天堂 也成为俄罗斯与欧盟的共同心腹之患 第二步棋子 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的致命冲击 很可能加速欧盟内部的崩溃 欧盟难以应对的时候 谁能帮欧盟 俄罗斯吗 还是指望中国 再者说 在美国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 会没有考虑到各种情况发生吗 那时 中俄到底救不救欧盟 更具体一点说 欧盟该如何自救 要知道 欧盟最大的问题 是收容了一群猪队友 有这些坑货存在 欧盟恐怕想自救都难实现 第三步棋 如果欧盟不存在了 美国不仅会进一步接管欧洲 同时美元霸权也将在一瞬间风光无限 而北约会完全落入美国的掌控 那时候 恐怕印度 东盟 美洲各国等等 会下的瞬间倒戈 他们能倒向美国 但中俄连妥协的余地都没有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